字幕提供 好了,這時候,這時候,特安那斯! 特安那斯!耶! 哈囉,連立成兄弟們,大家好,我是莫菁哥 很難得的呢,我們又來放上了一段傳說對決的影片 為什麼要放這部影片呢? 哈哈哈,因為這部影片對莫菁哥來說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啊! 這場呢,是莫菁哥 單排,這場是單排啦 單排上 特殊段位的一個場次 好啦,那我們剛剛吃了藍之後呢 剛剛猶豫了一下,原本在想說要不要去中路幫的 然後猶豫了一下,算了,回來繼續吃我的野吧 那這場呢,一樣是狀況不太好 這個,沒有把 左上角的LOGO給去掉 希望大家 多多忍耐一點啊 那這場呢,打起來蠻辛苦的 前面我不知道在幹嘛,狀況不太好 想幫又不幫 猶豫啊,一直猶豫 我這場就是 猶豫太多了 然後變成是誰都沒有辦法殺到 這個,這個牛 耶! Good Job! 呵呵呵 反正這場的狀況不太好啊 這個 猶豫很多 而且呢,這一場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很不佳就是 一直打出對面的野 這個我只是先來,騷擾一下 但沒有想到可以把他給殺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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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只是想說把他騷擾一下而已的 這個可惡的艾亞 好,來吸我的經濟 最高效的方法 雖然說我剛剛好像有試他經濟 呵呵呵 啊,管他啦 好啦,在這場的時候呢 其實一直注意到 我的野區附近 感覺都有一些 危險 所以我打野 打得蠻心慌的 好,那我們看到 右邊的話 悟空跟閃電一下 還有圖倫三個人幹起來了 那不曉得 啊,還是少啦 閃電一下還是少啦 那前面的話呢 我就是 先想辦法農我自己的吧 啊,有看到齁 我的畫面盾了一下 這場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 電腦很盾 應該說沒有到很盾 而是比之前盾 我之前 看到 圖倫在我們的野 無關雪非 我之前的話都是用電腦 跟模擬器一起玩 就是加 我用模擬器玩啊 哎呀,這剛剛原本想追的 但是 我那時候沒有注意到小地圖 悟空可能再上 我以為他可能在對面藍區 所以我就沒有再追下去了 要不然的話 我覺得我有一點的機會 可以把圖倫給殺了 敵人收拾 好啦,雖然說我這場打的 就是我說可能不是很好 不過其實 結局來說還不錯 看到牛 剛就在那邊蹲 我就想說應該會有一個人 穿這個野區進來 哎呀,沒有收掉他 還是有啦 雖然說頭是隊友的 好啦好啦好啦 木魚黑麻後有了助攻 加減賺一下 好啦,這時候 我的血有點殘啊 我就先撤了 下路的隊友管他們去死 哈哈哈哈 太多人了啦 這剛剛就覺得不對勁了 可是沒有去按訊號 通知他們 覺得有點不太好 好啦,這邊先蹲 然後我沒有注意到 突然在這邊 哎呀,我剛剛上去收他 還沒有收到他 好,接下來我要跟圖倫幹起來了 我後面被圖倫給收掉了 說時遲那是快 一個大絕就跑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想打我 給夾賽 發給了 好啦,由於LOGO的擋住 我們不知道 上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知道好像打得滿激烈的 那 收掉了 拜拜 啊,我也死掉了 拜拜 好啦,我要記得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好像就 嗯 有點淒慘 然後我的紅 又給亥犽給拿走了 拆不給你 哈哈哈哈 對我來說 我打野經濟已經很低了 然後如果 我的野猶再讓出去的話 那我的經濟會非常糟糕 所以 所以 在一般情況下 我是不會讓我的野 但是藍的話 如果我的法師缺藍的話 我一定是會讓的 好啦,這時候我自己注意到上路 發生大戰啦 不過我這個資源 慢得非常多 啊,我的資源滿糟糕的 不過 結果 呃 結局是好的 哈哈 好啦,現在的戰況 滿膠著的喔 雙方算是打得 平手平手 喔,剛剛各位有看到喔 我的 接機出了很大的問題 最近就是 不曉得為什麼 我的 接機也非常卡 那 這跟我的電腦還有 欸 模擬器 感覺是有蠻大關聯的 因為 呃 用手機的時候 我的接機就非常順 但是常常 哇,這個 剛剛沒注意到 哇,死了死了 但是 用 模擬器的時候 加一搖桿的時候 就常常 哇,卡的 我技能 接不順 這是我非常困擾的一個點 尤其是悟空啊 我也很喜歡玩悟空 但是悟空那個 用 模擬器喔 那個 卡的實在是相當的糟糕 不順 好啦,這個時候 這個肯定是收掉他啦 哇,我的 悟空在我們的紅區 大鬧 他能鬧天公啦 他奶奶的 有沒有辦法收掉你呢 有嗎 沒有 有 YES Good Job 剛剛說宰了我 現在話我報仇啦 嘿嘿 好啦,這個藍 趕快吃一下 雖然說我是很想讓啦 不過我實在太需要經濟了 對 開個隱形去探望一下 發現沒有人 那就算了 他應該是 應該是有一隻躲在 中路靠上的那個草叢裡面 但是我沒有技能跳過去 我也不想跳過去 所以就算了 欸,我沒注意到到你們技能跳過去啊 反正我是不想跳過去啦 我覺得裡面一定有坑 呵呵 好,特爾安娜絲 欸嘿 上等豪燦 欸嘿 嘿嘿 特爾安娜絲 好啦,那現在我們的中下路爆發了 一波團戰 看起來 3打3 到底誰會死呢 好,鬆個頭 鬆個頭 哇,盾了盾了 這時候盾了非常嚴重 非常糟糕 哇,悟空來了 又要死囉 Good Job 真的是 嘖 這個盾的讓我非常不爽 好啦,現在已經打到5-3了 這個成績呢 以我最近奎倫的成績來看的話 是相當不及格的 到最後面來放一下 最近我奎倫打的戰績好了 我個人是還蠻滿意的啊 好了,那我們的中打爆了 現在 嘖 局勢沒有到非常好 現在我在這個草叢蹲著喔 是因為 我覺得悟空在附近 我剛看到他在下路 但是他 他就這麼不見了 阿倫娜 我剛看到他吃魔龍 相信他應該是不會太快趕過來 結果沒有想通 她 這個 很生怕 有 你剛剛看到他在哪裏出來的嗎 我重開了一次我 的木 consider 還是沒能看到他從那裏出來了 這時候對方的悟空已經開始 各種鬼神的 擊殺 那 我這邊 小聲怕怕 我不敢過去打了 所以我就先撤 有 在那邊蹲 蹲個一波 塔拉要這樣子被我這個豬隊友給送掉了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實在是太害怕了 給你算 蹲這個鬼輪 蹲這個鬼輪 你給我下路 你給我下路 你為什麼要去中路上路 不對 我是上路 你為什麼要去上路 然後呢 這時候實在是太怕了 怕我如果跑來蹲我 還沒打完我就先跑了 目前我對於悟空 還沒有一個非常好的應對方式 他也會引起 他也會位移 我就不是很會抓他的位置 好 那這時候我看到悟空在附近 我不敢直接去收特爾 怕我又要增發了 最近增發了好幾次 傷很大 好啦 這特爾又給他跑了 雖然說我可以大給追他 但是 欸 先來殺悟空 先來殺悟空 還是沒得受到 疼奶奶的 這叫特爾特爾不想活了 特爾不想活了 悟空也不想活了 悟空悟空悟空 悟空給你死了 但是頭不是我的 霸個牙龍 不過團隊為重啦 能夠收掉那一隻 大殺特殺的悟空 覺得不管頭是誰的都不錯 你這個一拳超人 差點把老子骨架給打散了 還好零一杯有位移技能 呵呵 俗話說得好 今天你不弄死我 明天就換我弄死你 呵嘿 嘿嘿 嘿嘿 哇好硬啊 拔開了 沒砍死他 哎呦 一拳超人全哪裡了 現在我們這個可以算是一個 烈士啊 嘖 這場不是很優啊 這時候我還是非常怕悟空在那裡 先開個大禁 草叢 稍微晃了一下 然後我們上半部 這個應該說最上端 LOGO擋得非常嚴重 所以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上半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撿個個尾刀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經濟不勝優 得用力肥 欸欸我沒進場 沒進場 有點客氣 咩 啊笑 殺了兩隻 我剛剛是很耐心的等 因為我怕太早進場 我又要蒸發 我實在太容易被悟空給搞死 好 開始 欸 圖倫 我看到圖倫 我怕他過來 欸果然來了 兄弟兄弟兄弟 How are you baby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過得不是很好 因為你有回溫泉啦 以前我玩蝙蝠俠的時候 有我非常非常討厭的一隻 中度角色就是圖倫 難殺 那現在我玩奎倫 還是很討厭他 哈哈 海泰 圖倫一直不是 那種我很喜歡殺的法師 所以遇到他的時候通常 會打得比較憋一些 好啦這時候趁他們通通死掉了 趕快先 刷一波野間兵啊 我的經濟實在太差了 我是很想去刷魔龍的 但是 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去打欸 以往我是會想辦法先去偷 大型的地圖物件 那這場的話 勉強把經濟給拉起來了 前面被悟空打死那幾次 然後又沒收到很多頭 然後 我又沒有去清很多兵 所以狀況不是很優 好啦剛剛又卡了 我丟了二技能 原本是想快速直接接一個1 但是 哇 被捂 一圈就爆掉了 但是 我有復活夾 你以為你收掉了我 但是 其實你沒有 我還是死了 他來來的悟空 死了 是罪惡 好啦 這時候 這時候他技能都交了 沒有 還有一技能 他死了沒 他死了沒 他死 死 死 沒 啊 死了 死了 耶 是我們的隊友死了 太漂亮了 他這時候實在是太威猛了 哇 我們上路看起來 這時候雖然說 剛剛 輸了一波小團戰 但是 這個時候 但是這個時候 還是 還是死了 哈哈 天啊 我們兩個人家 一隻龍子 換掉了對面的一個塔 不知的 蛤 蛤 蛤 這時候為什麼我直衝 下面的紅啊 也 沒有直衝下面的紅 蛤 我直衝下面的一隻小鳥 哈哈哈哈哈哈 那是小鳥嗎 也不是小鳥 這時候我剛看到特爾 我剛看到 我看到你啦 特爾安娜絲 好吃 你這是我 上等的大餐啊 我玩蝙蝠 想要玩 任何一隻 刺客角色喔 我都很喜歡特爾安娜絲 哇 他真的是 我最好的搭檔 my partner 不過 嘖 也要看對方啦 因為我對方的特爾是那種 嘖 歸到 那種 哭爹喊娘的類型喔 我就很難了 好啦這時候我看到他們在 打其他東東 趕快再刷一波競技 不過其實我這時候做得不是很好 因為我的裝已經滿了 所以我其實我覺得 第二次來看 我覺得我不應該這樣子去 一直在刷 我覺得我應該要去 多 蹲人 多埋伏 然後多支援團戰 嘖 反正我不是高手啦 這個就 看個 笑話就好啊 大家 這時候大家都開始回防到這邊來了 然後一樣 先蹲個草叢 站個視野 然後這時候我來一個非常白色的操作我 非常白色的跑進去蒸發 嘿嘿 這就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騙光 你們的招 啊哈 哈哈 好沒有關係 趕快趕快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我們沒有人死 我們的隊友可以說是非常的棒 只要沒死就有機會 啊這時候上路 哇非常糟糕 這時候騙了他們的 視野 就是 牛把他的招給交了 他的那個視野 給交了 這時候 這時候 就換我們大發神威啦 這時候對面掉了兩隻 我們死了一隻 一換二 一換二的情況下 而且還是在 對面比較會充牌的 那個叫什麼 斯科德跟牛 都掛了情況下 我們算是 對我來說算是比較好打的 蹲人 哦 我在幹三球 我在 看到三球 哎呀 剛剛可以收到特爾的 걔 但是 我被握 嘻 我是被握 沒關係 這時候我們的隊友已經把 哇哇 穿牆沒穿過去 好笑 欸 說到這個牆喔 這個牆我真的超不會穿的欸 這個凱撒的牆我真的是很堵爛他 我的惡技是不是不能穿他啊 還是說穿他要 要從特殊的角度啊 反正我撞這個牆撞了好幾百次了 我只有大比較容易跳進來跳成功欸 好了 這時候 這時候 特安娜絲 特安娜絲 耶 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喔 好 趕快趕快 先閃掉剛剛鞋不是很優 這時候 喔喔喔喔 一拳抽了 換我給你一拳 不對 還沒事 趕快回來再收掉你 好了 這時候三連拉基本上呢 我這個算是 欸 有點 將功贖罪啊 將功贖罪 這時候看到我的悟空 不是 我的悟空 是看到對面的悟空 對我們的主塔 蠢蠢欲動 趕快回來保險一下 因為我知道呢 就算我回來 我們的隊友也是把他們的塔給打了 YES 我們隊友成功的將對方的主塔給抽 下了 好 那最後面的戰果會是如何呢 喔~~~ YES 終於上鑽石了 終於上鑽石了 為什麼我說終於呢 因為這年墨金哥曾經 打到B1 三顆星還四顆星過 差一點點我就可以上鑽石了 但是呢後面 有多慘你們知道嗎 一路疊疊疊 疊到博山 一顆星 天啊 這時候真的是很幹 然後最近找到我的 算是新角色 喜歡玩的新角色 奎倫一路打進來 然後就 發揮得非常的不錯 發揮得非常不錯 終於上了鑽石 超感動 生平第一次上鑽石 非常感動 那剛剛稍微看一下 雙方的排位 嘖 還可以還可以 好啦那最後面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最近奎倫的勝率 還有打得怎麼樣那樣子 嘖 那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滿意我這樣子的一個成績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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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最新打的那一場 6月17號打的那一場 18-1 我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的開心能夠有這樣的成績哦 那其實最讓我爽的是 之前有一場 打了 24 26顆頭 然後只死了4次 這 下一場也打了24顆頭 然後 死了4次 這兩場呢 真的讓我覺得我人生進入了 心裡的一個巔峰 哈哈哈哈 那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慢慢的就 掉了下來哦 只剩下13-3跟11-8了 不過 後面這一段時間 又不知道為什麼進入一個亂流期哦 就是沒有到前面那麼 那麼狂了啦 啊 雖然說起起伏伏了 但總體上來說呢 還是 在我一個滿 滿意的一個成績啦 畢竟我之前 許多打野角色 沒有辦法發揮的 這麼穩定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 讓大家 看個 一個 笑話啦 反正 奎倫我也不是專業的好不好 只有 能夠上A牌 我很開心的 哈哈哈哈 希望接下來 還有辦法 繼續在 爬到更高的段位吧 好 就這樣好了 好啦 我相信大家對 傳隊也沒什麼興趣 那我們就趕快結束吧 哈哈 今天有夢見的 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這樣子 你三次可以收到我 下一個影片的同志哦 那我們今天是影片 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囉 夢見的 歡迎收看 我們下一個影片 拜拜 哇小啊 拜拜啦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